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大家请坐 我们今天继续举行修行与生活座谈会 那么上一次呢 我们在此地近中学院 跟大家面对面 在现场进行这个座谈会交流 那么大家提了不少问题 把这个我们所有的时间 我们都用于解答 本地学院同修的提问 那么大概呢 大家问题都解决了 今天只有一位同修提出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解答完 这位同修的问题之后 我们再回到网上 这个解答 网上同修的提问 好 这位学院同学提出 墨学向您请教 如何往生 深圳的黄中昌居士 三年闭关 念佛往生 值得大家学习 请问三年中 是否是前两年半的时间 落实三个根 最后念佛成就 还是黄居士根早已扎好 在念佛三年进一步提升 这个你看 提的最后的问题 就关于往生的问题了 那切切实实啊 这是终极的问题了 黄中昌居士 我们师父啊 讲经理多次的赞叹 那我本人呢 跟他没见过面 不太认识 所以对他这个具体如何修学 不是非常熟悉 那么在理论上来讲 一个要往生的人 肯定是三个根都扎好了 你看看 释迦摩尼佛 在《观无量寿经》里面 他教导韦提西夫人 韦提西夫人 发愿要求生净土 世尊 在没有跟他讲 如何念佛 修净土 这个方法之前 先教他修三福 所以三福就是扎根 如果没有三福的基础 那么念佛也不能往生 这个道理 师父上人在讲经里面 多次重复 讲得非常明了 为什么呢 这个经典里面讲的 善男子善女人 像《阿弥陀经》里讲的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文说阿弥陀佛 知识名号 你看 第一个就是你要做善男子善女人 善就是基础 就是根 没有善的这个基础 那只是文说阿弥陀佛 知识名号 也不能往生 因为极乐世界是主上善人 聚会于楚 厌于所谓 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 你是那一类人 才会感召到那一类的地方 不是那种人 去不了那个地方 那么极乐世界是上善之人 善还不够 还要上善 所以你就知道 那个基础 多么重要 那么黄中昌居士 既然他能念佛往生 肯定是找好跟 肯定是一位善男子 这毋庸置疑 不是善男子 去不了极乐世界 那你问 那那些造作罪业的 像观经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阿瑟士王 杀父亲 害母亲 参与这个破 和和僧 出佛 生血 这些忤逆罪造绝了 那他还是善人吗 那为什么他能往生呢 观无量寿经 这个没有说 这个阿瑟士王经 有假道 阿瑟士王 往生极乐世界 是上品终生 那像他那样 十恶不赦的恶人 怎么也能往生 那你仔细看看 他虽然造作过 这些忤逆重罪 但是他 临终忏悔 深刻的 忏悔 自己的罪业 俗语所谓 浪子回头 经不患 造作罪业是 因为糊涂 一时糊涂 人 本有 佛性 凡是造作罪业 都是因为一时糊涂 糊涂 才会做出错事 如果保持觉悟 怎么会做错事 那么阿瑟士王 后来知道自己 做错了 那是因为 他业障现前 临终地狱境界 现出来了 逼着他 反省回头 那难得他真回头 忏悔 最重要的是 后不再造了 那完全呢 改过自行 成为一个大上人 但是因为他寿命到了 后面没有寿命 所以我们看不出来 他变了善人之后 是什么样子 可是他的心真转善了 他就符合了 阿弥陀经所讲的 善男子的标准 也就是那一刻 他真正啊 那个根也就扎 扎好了 不过像他这种人 那是非常 特殊 这个我们不能学 你要学他 那是要铤而走险的 那个 要是不能像他那样回头 那你就麻烦了 你就肯定躲阿弥陀余了 现在我们从这个 现前 觉悟了 马上回头 努力把弟子归 感应片 十善夜道尽 落实 你成为了善男子善女人 然后再念佛 那时候 你就念得相应了 叫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到那个时候 快则一日一夜 你能念成功夫成品 慢着七日七夜 你也能念得到 但那个时候 你是决定往生 所以念佛 关键你的心要相应 所以现在我们 把重点的功夫 用在改自己的心 改自己的毛病习气 这也是在念佛 佛是代表觉悟 你觉悟了 你知道自己 有什么毛病习气了 然后努力的改过来 这叫被沉合觉 从迷惑颠倒回头 以自信觉悟 这也是念佛 当然 平时用功 念阿弥陀佛 佛号 也是用功的方法 扎根跟念佛 也不是说截然分开的 说我先扎根 我就不念佛 就光扎根 就光学弟子规感应篇 佛也不能念 不是这样 这是相辅相成 你念佛 帮助你扎根 比如说你起了一个恶念 贪念起来了 这时候立刻用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置换下来 这不也是扎根吗 这不也念佛吗 它不是两庄式 所以古大德教我们 正住双修 正修是信愿念佛 住修就是扎根 断恶修善 那么正住 其实 它是 这个 一体的两面 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 所以我们扎根的时候 要念佛 念佛的时候 那更要扎根 只是现在 现前因为我们毛病习气太多了 我们重点放在 断自己毛病习气 那么念佛保持每天有功课 就很好 功课我们师父说的 他倡导每一位静宗同修 每日功课 至少是 一部无量寿经 读诵 三千佛号 可以用寄俗器寄俗 拜佛 一百拜到三百拜 看自己的盲闲程度 这是固定功课 这就是念佛 读无量寿经 也是念佛 那平时用功 可以在三个根的听讲 研习上面下功夫 那么每天 最好都听我们师父上人 讲大经节 听两个小时 那如果你要没有网络 没有这个及时可以听得到呢 你可以拿我们师父的 无量寿经 过去讲过十次 任何一次的光盘 都可以拿出来听 每天有两个小时 至少了 你听经 还有两个小时 听扎根的经典 那么这样的话 我相信 只要你认真做 一年到两年 确确实实 你就会有长足的进步 即使你根性顿一点 三年四年 你的根一定都找好 那个时候 你在一门深入 你那个扎根经典 就可以放下了 一门深入 一部无量寿经 一句缝号念到底 那就很快了 顶多再用个三年时间 你就得到功夫成偏 我们师父讲的 三年功夫成偏 五年能开悟 十年你成佛了 所以这路子 已经非常的清楚了 剩下的就是 我们自己去走了 毫无疑问 那我自己 我是非常顿的根性 什么叫顿根 师父讲了很久很久 才开始干 那是最顿的根性 那个利根是什么 师父一讲 马上就干 那是利根 你看师父讲这些理念 讲了几十年了 我听经也听了 十几年 从92年开始 认识师父 到现在你看 十八个年头 听经也听不少了 一直听到 2006年底 你看听了有十六个年头 不 这个 十四个年头 这才放下 把时间工作辞掉了 开始 专门学习 那时候师父还鼓励我 你将来应该赴讲花言经 让我深入学习花言经 我当时也很有这个愿 深入花言 先怎么样呢 先扎根 好吧 先扎根 你看 07年1月份开始 我的学习方式 就是洗脚 教学相长 因为你要讲课 那你要认认真真地学习 而且你要去修 修有心得 你才能讲得出来 要不然就缩然无味 人家听了都打瞌睡的 所以07年 08年 09年 10年 你看现在快到10年年底了 将近四个整年 都在扎根 到现在还是扎根 一直到前不久 师父上人跟我讲 你现在可以讲无量寿经了 应该一门深入 这才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哎呀 是啊 扎根 扎到一定的程度 就应该一门深入 那我用的时间都比别人多 师父提是一年 你看卢江老师们是四个月 他们两个月就做好了 给师父 师父给他们提四个月 要找好弟子规的根 结果他们呢 两个月就找好了 师父本来提我 让我一年 你看我现在四年了 所以这是顿梗 但没关系 笨鸟先飞 勤能补着 你就投入 人一能知 几十知 人十能知几百知 人家一年能做到的 你用十年做得到 也行啊 花十倍的努力 你总是成功的嘛 只要你能弃而不舍 这四年时间 真的基本上 天天不间断的讲学 每天两个小时 那是自己也感觉到 学的比较深入 习习毛病 确实断了不少 当然现在程度还是很不足 但是呢 跟别人是没得比了 跟自己过去还能比 比过去呢 有一个长足进步了 那么师父 大概看到我这样的一个情况 提醒我 要一门深入 我感觉到师父 现在讲无量寿经啊 在我自己的角度看 那师父是对我讲的 我相信很多同修 都有这种体会 哎呀 师父讲经 这对我讲的 对 你这就对了 你直下承当 你不要说 这个经 师父是讲那个人的 师父是批评那个人的 那你就错了 讲我的 所以师父 你看现在讲经 反复强调 一门深入 一部无量寿经 一句佛号 那我得真干 所以现在下定决心了 明天回香港 回到香港之后 就开始招手 准备 赴讲 无量寿经 同时用国语 粤语 来复讲 用十年的时间 转眼这部经 一直转到念佛三昧为止 其他的经典都放下 现在就剩一部论语 还没讲完 论语很长 所以开了头 要收尾都不容易 但是有始有终 就还要把它收尾 不少同学听论语 也很欢喜 我们可以 一起来把它学习 这也是扎根 看来根还没完全扎好 把这论语讲完了 那个时候 然后其他就真的都不讲 本来有很多计划 要讲不少的 我心里还想着 要讲太上感应编 汇编 这很多人也齐情 还要讲道德经 二维大师 还有个周易禅解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经典 都爱不释手的 现在都放下 那华严经呢 师父叫你讲的 师父叫我讲的 现在也不讲 师父现在叫我讲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也是华言 中本华言 那大本华言什么时候讲 无量寿经讲的开悟了 那时候可以讲大本华言 是要讲 就先开悟 其他经典也要讲 等开悟了之后再讲 那时候就没有障碍了 讲的也不辛苦了 那叫做乘性而谈了 多自在 所以这条路呢 我现在越走 越明朗 所以我自己走这个路子 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花四年时间来扎根 你们呢 估计 根性都比我强 说不定两年也就成功 快的可能一年也成功 我们学的这些经典 你也认认真真地学 那你一定超过我 所以 这个按部就办 循序渐进 非常重要 知所先后 则尽道矣 你也 你懂得个先后次序 修学 不能够 紊乱那个次序 扎根非常重要 至于说什么时间扎好 这个个人因人而异 不能说 我三年 三年 你可能不用三年 一年就扎好了 要给你三年 你就浪费两年时间 那有可能你三年都不够 像我这样 四年 五年 那你一定得扎好 什么时候扎好呢 老师会提醒你的 你真正 一指 善知识 比如说你 见到师父上人的时候 你再向他请教 那老人家会提醒你 你现在可以做什么 你在改变你的方向 反正一切听师长的话 就没错 好 这是我们学院 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也是终极问题 那么剩下呢 时间我们来跟这个网上同修 讨论他们的问题 这位同修提到 我长期看色情片 我会有什么报应 我如何才能改掉 我已经知道它的危害了 为什么我的决心会不够大 学业 学业退步 是不是报应 是不是下决心改掉 报应就不会来 可不可以教我一个咒语 让我时时念着 把这种坏毛病改掉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看这些 谈论这些 我该怎样做 才不会被他们影响 然后写这个问题的人 那一定是为年轻人 这个银的危害 确实是太大 我们对于这个习气 放不下 是因为我们呢 对它的危害性 还是认识不足 这个修学 都是要讲解形相应 行为什么不得力 功夫为什么不能够提得起来 那是因为解的不够 那么要断恶业 断习气 最重要的是明英国 这杀盗淫妄 这四个是根本罪 那楞严经里面 佛讲 这四个根本罪 把淫放在第一位 那不讲杀到淫 讲淫杀到亡 为什么 这个生死轮回的根本 就是一念 这个欲望 你要不能放下 这个生死就出不去 念佛 念佛也不能往生 念佛往生 是心静 这佛土静 如果 这个心中爱欲 千禅 对于这个吟习 不肯 放下 那不仅 净土不能生 甚至善道 都生不了 善道 人天 心都是 比较的清净 这个爱欲越重的人 他下一世 堕落的就越深 地狱的 这些众生 那都是 爱欲烦恼最重 所以 要下决心断营 我知道这也是很不容易一种事情 虽然没有真正犯这个男女之间 邪淫 但是呢 手淫也是邪淫 这戒经上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 那么这个也很伤害自己身体 所以你要多在这个方面呢 去学习 了解 一个是从健康的角度 多听听 彭新大夫的 那个讲座 他专门有一个青岛 2009年 一个小时的 银讲 专门呢 讲这个 银的危害 从医学的角度讲 非常好 一个小时 师父讲 这个片子 要听三十遍 为什么听那么多遍呢 这印象才深刻啊 彭大夫举出一个他的病人的例子 一个年轻的企业家 40岁 得了中风 中风本来是老年人才得的 中年的很少 他40岁就得中风 怎么回事呢 银业太重了 他断不了 一年前 曾经找过彭大夫 彭大夫就给他忠告 你必须啊 放下 节育一年 你身体才能恢复 否则 很可能将来就得中风 他没有采纳彭大夫的建议 最后果然得了中风 五官都歪斜 要靠轮椅 来行动 40岁人 本来是风华正茂 企业做得很好 你看最后 落着这个下场 成了个废人 所以 古德称 妄恶淫为首 这真的 一切的恶淫为首 那一切的灾害 对身体的伤害也好 对自己德行的败坏也好 那也是淫为首 那一段最重要的就是 先要多读戒淫方面的书籍 多听这方面的讲解 那我推荐 周安氏先生所写的 《欲海回狂》 这部书 是在安氏全书里面 暗氏全书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上半部 就一半的蝙蝠 都是文昌帝君 音质文的详细注解 后面呢 三部呢 一个是万善先知 教我们戒杀 另外一个是 欲海回狂 教我们戒淫 最后是 西归直指 这是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这一部书 安氏全书 印光大师称为 是善事第一奇书 是挽救世道人心 最好的一部奇书 印光大师讲 周安氏先生 就是菩萨再来的 那我们了解 印光大师是 大师之菩萨再来 他老人家给 安氏先生这样鉴定 那他肯定是菩萨再来 你看看 印光大师写的 安氏全书序原里面 就这样明确写出来的 所以这部书 是菩萨救世的一部书 欲海回狂 虽然现在还没有人讲 本来我也很想讲 但是现在我要一门深入 无浪受精了 这些都要放下 那只能是什么呢 希望你自己回去看 这部书我自己看过不少遍 因为凡是年轻人 都会遇到这样的一种考验 跑不掉的 男女都一样 尤其是现代这个社会 真叫五浊恶世 阴风日迟 现在人造这个营业 造得太大了 这个电视 电影 网络 所播放的内容 都离不开这个银子 你看哪部电影 没有这几个镜头 好像没这些镜头 就没有 不能吸引人了 所以导致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的众生 身心都遭受了严重的污染 我们都 这一代人很可怜 那么这个 后果一定是灾难 银是贪的 贪业照干水灾 你看现在 全球因为暖化问题 海平面上升 现在今年你看 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 尤其是亚洲 都发大洪水 那么这水灾 使人贪爱心 受感召 如果我们世人 还不回头 那恐怕这个世界 就非常难以避免 大洪水的果报 圣经里面 就曾经讲过 有大洪水 只有这个 诺亚 有一个方舟 都存活下来 其他人全部也死了 那这种灾难 是不是真的 很可能是真的 是因为当时的人 碍遇 无限度的 增长 所感召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真叫五桌恶石 怎么办呢 要懂得 洁身自爱 首先我们自己要自救 然后呢 希望能够救度 苦难众生 你要发起这个大菩提心来 自己要是不能自救 自己都堕落在这个染液里头 怎么可能帮助别人 吟席 确实是很重 这个不是这一生染上 是我们在生死轮回里面 生生世世 无量皆来 积累的习气 这个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要断 那确确实实 非常难 我自己 都有这样的体会 现在走到 这马路上 咱们图恩巴算比较好 很清净的小城 回到香港 那就完全不一样 滑滑世界 所有的什么广告 路牌 霓虹灯 那真的 都是污染 虽然我现在不看电视了 这个也不看报纸 杂志这些 但是呢 这个污染源就在身边 那自己要提高 警觉 在现代的时代 少一步留神 立刻会堕落 所以呢 在戒律上来讲 我自己觉得 修行人 应该把淫界 放在地里 这符合 这符合 世尊 在 楞严经上的教诲 这是 世尊讲的 第一 清净 明慧 就是断言 淫心不出 臣不可出 你要是淫这个念头 放不下 那想要出臣老 就是出三界 拖六道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世尊说 必是淫心 淫机 必是淫机 身心拒断 断性一无 诸佛 菩提 丝可 细迹 一定要使 淫机 淫机 是最威胁的念头 不仅在身上 断掉 不能有身淫 那也不能有心淫 就是念头都不能有 这你才能够 期望 得到 诸佛 无上菩提 所以 我跟大家老实说 我每天晚上 睡觉前 必读的 两篇东西 一篇是师父上人写的 修六合径祈祷的 我相信大家都在读 只是为世界和平祈祷 法院 做六合僧团的议员 第二篇读的就是 偶艺大师 借英文 偶艺大师 对 这个修行人 的开示 劝勉我们断一念 这天天 为什么呢 熏悉 用圣教来熏悉 对峙 这个 无始节来 最重的烦恼 这些要发愿 偶艺大师讲的 您 您 火至 都晚 就是 宁愿赴腾 到火 也 赤不与 一切男女 欲心相簇 又发这个愿 那么对于初学的人来讲 我感觉到 这个 刚才讲到的 听这个像彭大夫的 这健康讲座 和 严读 欲海回狂 这部书 有大帮助 那么 我在讲解 文昌帝君 英之文的时候 我讲了一百个小时 细讲 就采用暗示全书 那么 讲到 勿淫人之妻女 就断淫的 这节 我记得 我讲了两个小时 这一章 一句经文 讲了两小时 那么 单独 这一片 有 有挂网 流通 就叫做 借淫专辑 把这个 暗示全书 里面的 欲海回狂 一些重点内容 我把它 这个 收集出来 做了一个 汇报 这个也可以 作为 你的参考 另外呢 我讲 诸子 至家 葛言 里面呢 讲到 见色而起 淫心 抱在 妻女 这一句 也将近 是两个小时 这都可以 用来参考 那么 印光大师 鉴定的 几部书 都非常的好 很值得 去细细的读 像 寿康 宝剑 现在好像出了 白话版本 你能看文言 最好看文言文 那个原版 如果你看的文言 有吃力 你看白话 受康宝剑 还有 不可不可路 这些都是 教我们 借淫 还有一些 祖师大德的 景语 像 省安大师 莲池大师 印光大师 都有专门 对借淫 又开始 这些格言 景句 常常 难来阅读 印象深刻了 你功夫就容易得力 平时呢 勤念佛号 这个 恶念一起 立刻用佛号 把它压住 虽然习气 很深重 但是 也要 难断 能断 难忍 能忍 不忍 不行 前面就是恶道 你再往前走 那就堕落深渊 一定要回头 可以回头 什么习气 都能改 因为习气 自信中 没有 没有的 一定能断 这个习气 孩子 还提时代 就没有 那为什么 长大会有呢 青春期以后会有 那就是 后来 积累的这些妄念 是可以断掉 人要是没有了 一念了 这个人身体 一定健康 中医所谓的 纯阳之体 那个就是 最健康的身体 真的没病 印光大师 告诫我们 到 中年以后 所得到的病 多半 都跟这个银子有关 中医 无度 那就会造成 中年以后 诸多的疾病 所以这是 修行人大戒 那么你要我教你 一句咒语 常常能念 能够改习记 这咒语最好 就是 阿弥陀佛 四字 这个咒叫 无上咒 无等等咒 你只要 长持不断 自然得到 佛力加持 这个再重的习气 都可以断掉 古人讲的 念经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念佛的威力最大 为什么呢 第一 这佛号 最短 四个字 你看再没有其他咒语 比这个咒语更短的了 佛号也是咒语 它是梵文 阿弥陀是梵文 佛也是梵文 这个原文是佛陀也 简称佛 阿弥陀是表示无量 你就常念这句咒 那必然得到 诸佛神力加持 可以帮你断银 你看楞严经上 阿弥 也曾经遇到过摩登奇女之难 那是银难 险些破掉根本节 幸好佛在世 佛护着他 所以你清静佛就有这个好处 你遭难的时候 佛会护你 所以佛立刻 他在那时候 佛在皇宫应供了 那佛有他心便知 天眼无碍 知道阿弥遭难了 阿弥陀自己 以为人家看不见 佛看得清清楚楚 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 能骗过谁呀 天眼通 虚陀还国以上的人 都有天眼通 这个宇宙里面是无量无边的 全都看到了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造那个罪业 神不知鬼不觉 没有任何的 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所以阿弥 跟摩登群女 在房间里 差不多要破戒了 佛立刻 请文殊菩萨 去现身传 愣言神咒 破掉了 这个摩登群女的 仙凡天咒 摩登群女是用这咒语 迷惑阿难 愣言咒把它破掉 这救了阿难 要不破根本界 那是落地狱 所以念佛 就自然得佛力加持 再大的磨难 都能克服 那么自己最好 一心去念佛 念经 听经 一个增长自己的定力 定力能服烦恼 另外听经 用智慧转烦恼 把自己的精神 集中在钻研经教上 年轻人 有幸遇到佛法 这可是太殊胜的因缘 百千万劫难遭遇 许多中年以上的人 才学佛了 都痛感自己 光阴错过 年轻最能学习的时候 没遇到佛法 很可惜 很遗憾 所以中年以后 学佛的人特别虔诚 特别用功 为什么呢 直到再也不能够 放弃这个机会 年轻人更不可以 错过大好因缘 专心经教 这个精神体力 用在求佛道 求了脱 生死 修行上 不要被欲望 自己的精神体力 这一折损 那以后再也弥补不了 欲念重 伤肾 肾足脑 所以啊 以孽重的人 脑子不好使 为什么四十岁人会中风 脑力 失效了 这中医上讲 这圣经伤了 脑也就 不好用 甚至到晚年 可能都得 老年痴呆 这很可怕 那么在 受康宝剑上面 你记录一个故事 这是哪个朝代 我忘了 一位年纪很大的人 九十多岁 面色红润 就像少年人一样 精神非常好 人家问他 你这个健康秘诀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精神 就像我们师父 现在你看 八十四岁人 这精神体力 跟年轻人一样 这位老者就回答说 我三十岁之后 就断育了 所以精神体力 保持这么好 这是我们年轻人 要共同努力 发大心 力大志 千万不要被 这些 欲望所困 跟那些色情片 这个污染源 要隔绝 就把它当作戒律 一样 去延迟 这才行 萨迷律里面 就专门有一条 是不歌舞娼妓 不顾望观听 你看那些 不好的片子 那就是 犯戒 好 那这条呢 因为也很重要 也困扰不少年轻人 所以我们呢 多讲一讲 下面呢 这个提问是 请问大学生 该如何学习 落实地子规 我对爱惜字 有点不理解 有点不理解 请问在日常生活中 该如何处理代字的 值 大学生呢 学习落实地子规 首先你得要听讲 把地子规的道理 要听明白 你就懂得 怎么落实 先要求解 所谓信解行政 这修学四个次第 信是你信 它是好的东西 然后你才肯学习它 学是求解 解的身 你行的就得利 你落实了就是正 所以无论大小法门 信解行政 这都是我们修学的 次第和阶段 先要听讲 然后听懂一句 认真落实一句 一丝不苟的来落实 不可以自欺其人 那么自止方面 这个为什么要爱惜知识 第一个 我们现在讲的是爱护资源 只是木材作 那我们 那个纸 应该拿来回首 不要随便扔掉 就是爱惜资源 第二个更重要的 纸上所在的文字 是古圣先贤 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所谓文以再道 文字 是承载大道的一个符号 所以爱惜字 就是爱惜大道 这是重道 如果我们对自子不爱惜 随便丢弃 染污 这无形中 是把我们心中 爱道的这个心 给断掉 所以 这是害了自己 这个 释出世间法 修行 秘诀 成功秘诀 就在于 成敬二字 阴光大师讲 一分成敬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敬 得十分利益 我们写过的字纸 不随便乱扔 把它恭恭敬敬地叠起来 放到了 回收的指向里面